我们来说明圆导轨和方导轨的一些区别 以及每种产品的一些优势和劣势 从而帮助您在设计过程中更好的选择和使用产品 首先,您需要确定设计应用的限制范围 比如负载、速度、安装方式、配置和连接方式 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为您提供重要支持 帮助您找到最合适的产品 现在,我们来介绍圆导轨和方导轨所具有的不同劳度特点 与圆导轨相比,方导轨的一个优势是刚度更高 在施加复合后的变形要小得多 我们将使用这个测力剂来给导轨施加复合 您可以从测力剂上读出施加的复合值 同时,还可以在侧面的指示器上读出整个装置的变形值 我们加320磅的力 然后比较尺寸基本相同的圆导轨和方导轨 可以看到,它们的轨道大小基本一样 方导轨的外形尺寸要短一些 即便如此,我们也需要使用一个支架安装方导轨 因而,方导轨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其包含滑块的外形尺寸 一般要比圆导轨加上配套滑块要小 在导轨上施加320磅的复合 可以看到方导轨的变形比圆导轨小得多 也就是说,在您的系统中 您可以在方导轨上施加更大的复合 而其系统总变形度却比圆导轨小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准值工具 在使用之前,首先应该使用这个工具来将导轨调直 我们现在安装方导轨 实际上圆导轨效果更好 因为圆导轨基本是自调新 安装起来更容易 我们将比较移动两种导轨的滑块所需要的推力 来展示这两种导轨之间的一些区别 首先来看圆导轨 其最大作用力是0.14磅 非常低 可以看到它移动起来非常方便 然后与圆导轨进行比较 最大作用力是2.08磅 因此,方导轨不能自动调新 需要多移动一些距离 另外,它们一般都是有预压的 圆导轨滑块和方导轨滑块都有 上面是平稳状态的情况 不过在很多应用中 它们的底座并不十分平坦 比如说,我们可以转动这个丝杠 加一些力矩,这会产生轻微的翘面 可以看到有一些摆动 在这种情况下 圆导轨仍然能够顺利运动 而方导轨则被卡住 可以来观察一下推力变化 作用力增加了0.7磅 达到了0.84磅 而方导轨则几乎达到了7磅 推动方导轨,底座变形更加严重 您可以将它移出来 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此外,它们可以用于开关门 例如军工行业中 还可以用来旋转巨型卫星天线盘 同时,在医疗领域也有广泛应用 请用来泛应用转换